大家觉得耶利米书难读吗? 是不是觉得有些读完之后都一头没水的感觉? 我再说多一次,读耶利米书读到一头没水是正常并且可接受的 因为大家都不是耶利米书的专家 就算如果大家多看几本参考书,那些耶利米书的专家都告诉你耶利米书是很难读的 因为最主要是很多散文,很多篇广章,可以说是一本港道集的组合 因为这个缘故,你会觉得在读上来的时候 就不像我们读其他的历史书或者新的书卷那么好读 因为那些全部都编上了一个段落和一个主题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耶利米书就觉得读下去就好像没有什么主题 或者是重重复复都是同一个主题 所以读上来有一些困惑甚至困倦的感觉 其实我们从两个角度读下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会明白 第一就是耶利米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发挥他写广章的内容 如果大家可以将过去一年,比如说教会52个主日崇拜里面的信息编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容易组织 当然当我们开始了三线事工,有系统之后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比较有系统 但是如果我们时常都是按照时代来说圣经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往往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比较难掌握 这个你都可以想象到 第二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循庸福球呢? 就是因为说来说去那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说来说去解决不了 所以神就不停重复同类型的信息 只不过就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信息 就是以色列人背道,神叫他灰盖 否则认罚就来了 其实这个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 如果大家熟悉尼加书,尼加书有一次圣经很熟的 要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行公二号怜悯,传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识了这四个真理,其实整本圣经都可以盖上了 因为你行公二号怜悯是我们的行为 传谦卑的心,一个人谦卑就好学了 以前有很多东西学了 然后最重要当然是与神同行 所以这一个可以说是我们读圣经里面整个信息 那我可以下读了 但问题就是我们发觉当时的犹大国,南国 他们虽然辗转的神有很多提醒和教导 但是教来教去,我们都叫做教如不善 和我们教我们的神本者一样 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说同样的东西,同类型的东西 同一句说话,不停地重重复复 我香港看过一个广告,如果大家有机会回香港 我想这段时间停了,就是买一个广告 每天天就不吃饭,又不读书 但其实我们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情况 《荴�en斌语》眠尼米书主要分三个大段落 1到45道是说到他的败亡前后的信息 就是说了45章 比约美百计约伙的 최근议百计 已经数个回合,如无伦始 大家都辩论一会 就 Zhongört压语 памben 这些的人说得还长 45章之多 后46到51章à Yongle 第45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1-20章是比较散文的信息 第21-39章是针对时代说的信息,第40-45章是在败亡之后 今天主要是讲第1-6章,如果还有上周给大家的笔记 第1-6章是讲的责备与劝道,这里包括了先知蒙诏之后第一阶段的责备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去到耶利米书的第1章至第6章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低头祈祷 天赴我们求你帮我们摆下21世纪的眼镜 将我们代入耶利米在公元前620多年 呼召他,他又看到当时社会、国家和宗教的那种墮落的情况 以至于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和耶利米他伸同感受 因为如果我们用21世纪的心态来读的话,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掌握 就算掌握得到,我们都不能够有效地去吸收 所以我们求主帮我们,叫我们能够可以用这个态度来看 看完之后才回头来带入我们这个二世纪的情况 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会 以至于我们能够可以有好的形容 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 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革命 阿们 我们看看我们的笔记,耶利米书第1章第6章 当然第1章就很明显了,就是说到耶利米的蒙照 我们读耶利米书,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的话 自己读经就找一些有注释的类型的圣经 譬如这些启道本,或者终神和正主出那套注释本 这一类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典故,水饮饮,水饮饮 有时候我们在堂上就比较难逐个典故 来跟大家接触,来解释 所以里面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帮助我们 来对一些典故,什么大河之类的 为什么它要和这个,说到尼罗河 又说到这个有法拉底河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能够有效地去掌握,我们尽量去掌握这些 还有,譬如说第一章第一次这样,变亚敏地阿拿特城的祭司里面 希勒加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 其实透过不同的资料就让我们看到 耶利米他本身就是祭司的后裔 但是他又未是祭司 我们知道祭司的工作时段 就不太长,30年 祭司就由20岁做到50岁就退休了 20岁以前是不需要做的 50岁之后就退休了 所以就是非常舒服,非常好做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要留意到 这个耶利米应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觉得 他应该是未做祭司的了 所以他比起后来我们有机会读以世杰书 以世杰书因为祭司的缘故 他就对圣殿有更加多的认识 相对来说耶利米对圣殿的印象就不太深 他是在预备自己去做祭司 可能他现在正在读神学院 所以大部分人会相信他大约是十六七十八岁左右的时间 开始来被蒙召去写耶利米书或者传信息 说到阿拿特城 阿拿特城就是靠近一个耶路撒冷的城 大约在耶路撒冷的东北四个公里 四公里大约是多远呢 如果大家用脚程在波伦多走路 大约走一个小时 平路 没有山没有水 平路走四公里大约是一个小时 一般人的平路 平均的速度是四公里一个小时 大家有点印象 印象大约是 我估计 我以前上班在 Brimley 我住就住 Brimley & Sherpard 我住就住在 Macowan & Finch 如果我下班在 Brimley & Sherpard 走回家 大约过个小时 就是走得快一点 会走到全身大汗那一只 大家有点印象 我估计大约是两个垂直南北的区域 那里大约是四公里左右 如果再不是 大家一会回家 开车再按一下 你的速度 接着就大约四公里 你就知道大约的距离是多远 所以大家要明白 在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靠脚的 所以当时来说 亚特城是一个 如果大家看《约书亚记》 我这里也写出来了 《约书亚记》21章18节 又在分地的时候 拼了很多不同的成一 在分地的时候 拼了很多不同的成一 给利美人 因为利美人自己本身不耕作 所以自己有地方住 他最主要都是在圣殿里面的工作 所以他们住近耶路撒冷 就方便上去耶路撒冷 来到他在圣殿里面 里行职务 所以相信耶路撒冷 预备好他自己在当席的日子 都来到他里行职务 到了第二节的时候 就说到 犹大王阿门的儿子 约西亚在位十三年 要的话 就临到耶路撒冷 在位十三年的时候 正是开始改革的时候 宗教改革了 他想着复兴 在复兴的时候 在复兴的时候才临到 不是在堕落的时候临到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相对上 在复兴的时候 大家是否应该对义 会开一点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教会开陪灵会 所以不回来的那些 不代表心不听 但回来的那些 多数都是想着听 当然有些是想着回来支持一下 我们教会的活动 当然要回来支持一下 但是多数回来 是预备了对义 回来听 神有什么信息 和自己说 原则上 在复兴的时候 应该对神的话语 那对义 比较开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就来到 临到耶利米 这句所谓的 临到 可以说是 先知蒙照的典型讲法 待会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我会再仔细和大家去看看 有很多个不同的先知 都是用类似的方法 神这样来呼召他 神就呼召他 意思就是说 先知的召命 不是说 我很想做 是吧 我们中国人就有句话 叫做人之患 好为人师 为何为人之患 就是巴巴巴巴 到我们 叫我们认真去教书的时候 我们个个耍手令头 是吧 但是到我们要说到 说到饮 说到吃 说到整 说到穿 哇 我们个个都很大 很多理论 就是大家一坐在的时候 在casual的时候 说吃东西 哪里买 哪间店铺 哪间专门 哪间的东西好吃 个个都很有研究 大家一说到圣经 就个个失落了 但其实也不是 在主学的时候失落 回到家里 可能也有很多意见 是吧 大家坐在一起 也可能有很多意见 但是呢 这些呢 是不是代表着 有神自己的呼召呢 那这里呢 就特别说到 就是神自己的呼召 就是说 不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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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本身说 我觉得呢 我想出来做 做传道人 就是不是那种 就是跟现在 比如我们现在 在道仁都很流行 就是有些提了退休 有些就 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就去神学院进修 去神学院进修 不代表他是蒙照的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多人多这间神学院 他修的学生 不要求你是蒙照的 所以每一年 数以百计的神学生 策略出来 不知道去了哪里 都蒸发了 为什么呢 有些就继续退休 退休了 有些可能回来教主学 有些回来 不好些就是 我读了这个识题 看看牧师是否先说错话 有些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看的时候 这个耶利米他强调是神自己选招的 你会留意他特别说到什么呢 他说主要我是年幼的 一个十多岁的年轻 在一个以年纪作为一个智慧的等 军等的社会里面 什么时候到你说话 小朋友 十多岁 你说什么呢 耶利米他说 林道尼你说什么呢 所以耶利米这个顾虑是计划的 其实如果你读到圣经 所有蒙照的人 包括摩西 耶利米 以赛亚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们都推的 而他们推的理由 全部都是合理的 比如摩西 神呼召摩西 摩西说什么 你叫我去 你知道我是谁 我是一个八十岁 牧养了羊四十年的逃犯 又老 又不见得光 又没了训练 四十年 废了 你叫我去见法老 还要带二百万以色列人出来 开玩笑 不通的 问题就是 因为在圣经里 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去呼召 这里就说到什么 神要他 来传达神要和他说的话 所以在整本圣经里 主要是在旧约 新洋不会用耶和话说的 在旧约里出了五百二十次耶和话说 有184次在耶利维术 其他人才不说这件事 不是的 因为他太年轻了 明白吗 他没有办法 他不能够拿自己的经验出来 不行的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牧养了全时间在工场上 都二十一年 加上读神学 都二十五年 你真是有经验 讲经验 当然了 对着我们主任牧师 或者其他那些 可能还是很浅 但是二十五年 一个人都没有多少二十五年 一世 我二十五年 我应该不是这样的 你也有一点小小成员的 你耶利米十多岁 你有什么经验 所以他全部只能够靠着耶和话说的 又或者耶和话如此说 在整本圣经旧约里面 298次 有87次是属于他的 另外这是耶和话说的 也有168次 你发觉到耶利米很强调 他的说话不是出自他自己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先知 或者最传道人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或者我们教主学都一样 不是什么 不是表现自己的口才 而是要他说什么 解明耶和话 想说些什么 当然了 刚才说过了 耶利米十多岁的反应 当然是推的 个个都推的 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例外 个个都推的 个个都推的 特别是旧有的先知 但是神就在一章四到五节 他说 他又按手在他的口里面 他又说 我未将你做在福里面 我已经少得你了 意思就是说什么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职份 我是提供你 为你量身定做 为什么你要出世 就是因为我选了你 所以我才让你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成为在这个黑暗里面的光 这个是神对耶利米十多岁的确认 虽然他否定 不是这样 但是神不住地确认 并且第七节就说 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要差点去哪里 你都要去 说什么的话 你都要说 你又不要害怕他们 为什么要不要害怕 因为那些人很突然害怕 你又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我要与你同罪 要拯救你 这是要说的 于是要用手按他的口 对他说 我已经将我所当讲的话 来传给你 开始我们进入第二至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发觉到神对他的子民 就开始有些控诉 第二章说什么 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耶稣说 临到我说 你向耶路撒冷的人 耳中哭叫 试过让人在耳边叫你 在耳边叫你 字不是咬耳朵 大声哭叫 当场浓了 但是为什么要在耳边哭叫 很简单 那也听不到 你有没有试过 要跟一些人在耳边 都要很大声说话 有 特别一些老人家 或者耳朵化的人 他真的听不到你说什么 他真的听不到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那些带坐定器的朋友 他们有时其实 坐定器的目的都听不到 他都听不到你说什么 他只听到有声音 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带坐定器 你带坐定器 应该听得很清楚 不是的 如果你不明白 你要陪他去陪一次坐定器 问一下医科的医生 他是不是要试 试不同的频率 试不同的频率 让他可以听得到 他要听的内容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他不能够解读你所说的 因为他那个坐定器 他只收到某一部分的频率 进去 所以有些人就说 很吵 很吵 如果初大的时候很吵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耳朵 如果你问医生就知道 我们的耳朵 和我们的脑 接了轨之后 他会把那些声音去筛选 所以为什么你有发觉 有时候你老公老婆跟你说些东西 为什么有些人听到 有些人听不到 这叫做选择性收听 对不对 对听就听到 不对听就听不到 selective listening 讲道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听就听到 不对听就听不到 一样 这是大路的自动调子 很奇怪 为什么才知道 要在耶路撒冷的人耳朵 哭叫说 因为他们听不到 他们不记得 所以这里就是神 来到控诉子民的开始 重点是说什么 重点就是 要说第二节的时候 幼年的恩爱 婚姻的爱情 你怎么抗野 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 我就记得了 不过你们不记得 你们不记得 我就记得了 那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好喜悦 其实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那些人都是很恶顶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摩西都不会一次两次 你让我死去吧 不要找这些事情搞了 那么辛苦 但是 神仍然希望 来去呼唤祂的回来 重拾昔日的爱情 甚至说到北国人 应该从秘魯之地归回 和犹大联合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南国被攻陷之前 北国已经十个支牌被阿朔忘了 已经被忘了 被老了 都散了 后来归回的都没有包括北国的人在内 散了 整个散了 所以北国的人 甚至在这个地方 说到神的憧憬 连北国的人都回来 和犹大联合 一起去敬拜神 重建那种圣洋的关系 但是很可惜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憧憬 所以第九节就说了 耶稣说 我必因此与你 与你争辩 也必与你的子孙争辩 在第二章的第九节到二十八节 说到神的指责和呼吁 一开始的时候 神说我仍然不能够忘记抗野的日子 刚才第二节说到 耶稣说 如此说 你幼年的恩爱 婚姻的爱情 你怎样的抗野 未曾耕种之地 跟随我 我都记得 这个说什么呢 那时候以色列还有幼年的恩 就是刚刚出来 刚出来还有什么呢 他是很吵 他是很吵 但是还会什么 都还会抱着父母的脚 他是很扭脚 是不是 但是他只是扭父母 是不是 如果大家做父母 你就知道 儿子扭脚 这个很敏症 是不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他不扭你 他不要你 他扭别人 他要那个做爸爸妈妈 这个就是耶稣委书里面的主题 以前没错 是很吵症 很扭脚 很扭脚 但是他也是扭你 他扭你 他还是扭你 他还是依靠你 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是扭神 他扭得很 不是扭上学院 他是扭天父 扭耶稣 他不断扭 他还是扭着神 他是扭脚 但是他还是对着神 他都没有摆明居马 要找过另外一个神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就不同了 所以神就跟他说 以前 没错 在抗野背道已经开始了 但是都未知道 好像现在这样 拜偶像 来到他背影 那百姓就将他的信心 完全转了去 巴历这个假神的上面 而领袖也放弃了他们 对神和百姓的特殊责任 只是专心来到他 来到他 侍奉别臣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明白 如果当我们读过 旧的律法 你就会知道 上帝对他的子民 有一定质素的要求 这种要求 不是我们喜欢的 你要留意到 为什么世界上 有很多宗教会 那么流行 那么兴起 因为他是奏人的取向 是不是 你喜欢这样 有些人甚至说 不是 他们都很修行 你明白 就是 各施各伐 各取所需 是不是 有些人就喜欢 要三季九寇 好像那些喇嘛教 那些 那些 他真的是三季九寇 我们看到 我们真的服了他 我们站久一点 都说脚痛 是不是 我们站多两次 又站又坐 又站又坐 哇 这个主席今天真是很烦 你为什么又站又坐 又站又坐 搞到我们乱了 是不是 又站又站 又坐回来 又站回来 哇 我们很猛烈 你看看他那些三季九寇 你有没有见过他那些三季九寇 有些人觉得这样 就表达他的境界 就取代了什么 你会发觉到 圣经里面所要求的 完全不是表面什么操作 全部都是内心里面那种取向 这个是最不容易改变的 中导人那句话真的很黑骨铭心 庄山都易改 本性就难言 是不是 但是神呢 是要我们改那个本性 从质那里改 就是我们爱主呢 就自然会有很多很多服侍 但是有很多服侍不等于爱主 但是有很多人就用很多服侍 来取代了自己的爱主 那种的心态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神就在这里说 他们翻过来 我不是要那些 那为什么那些百姓要巴力呢 因为巴力是一个地道的神 是不是 其实我们现在信耶稣 我们还抱着很多 我们对中国 或者对其他 背景的文化 宗教信仰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人问 哎呀 为什么遭遇到这样的事 那神是不是真的呢 就是我们遭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神是不是真的 圣经里面从来都不讨论这个题目 如果你说遭遇到有问题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一下 究竟我们的生命质素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时候 这个神给我们就锻炼了 就说完了 但是我们还会在问这个问题 哎呀 哎呀 又被人踩鱿鱼 又撞车了 碰到头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神不保守我 神不听我祈祷的吗 好了 神给你又发达了 又升级了 你跟神说 神我很忙 没有空读圣经 没有空示范 那些我们不会问神是否真的 我们只是跟神说 等一等 我想放假 在淑灵那里放假 淑灵暂时失业 我想去做其他事情 巴力不是 巴力是遭遇到人 所以你发觉到 那种荒人无道 等于我们看很多 我不知道 我不懂那些 敲经念法 做很多恶事的人 我又没见过 看电影就看很多 那边敲经念法 那边整个新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他们是用一些表面的宗教行为 来取代生命质素的改变 容易很多 所以人又自然取向很多 更加什么呢 更加 有人说 人最大的挑战就是 特别是男人 有人说 就是明、利、识、 加上权 或者是 是不是 这些全部都有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 那些 大家都知道 巴力背后那些 有些妙记 就是合理的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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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了 所以 这样的缘故 人自然有那种的取向 所以神在第二十节 就有一个指责 第二章第二十节 就说 我在古时 截断你的 握 就是说埃及的时候 解开你的绳索 本来是什么 让你可以自由 和我 和神一起来 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祭司 但是你又说 我又不要事奉要 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在各高山 江上 各清脆树下 屈身来行人 所以你会留意到 我觉得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用淫乱 来表达到 以色列人 或者神的百姓 来和外邦的神 来有沟通 一方面 实质上 他们是一些 偏向淫乱的 一些宗教 而从另一个角度 你会发觉到 圣经里面有很多 用那种的依仗 譬如 耶稣基督和教会 是新郎和新婦 是不是 这类的意仗 圣经里面 很强的 是说到 什么 要纯洁的 两个生命的联合 一个很纯洁 很高尚的生命联合 而在这种生命联合以外 就算做同样的动作 就算淫乱 明白 就是你夫妻 同房 这些是 圣经里面 是一些高尚的东西 但是 你夫妻以外 你做同样的动作 就必加放 圣经里面 所强调的就是这样 所有东西 跟上帝 生命联合 是好的 但是 跟上帝以外 就成为了淫乱 所以 神对他们 有这个指诈 以色列 犯的就是淑乱的淫乱 好像枪技 那样 来做 屈身行淫的事 但是那些以色列人 还要跟上帝 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节第二章 他说 你怎么说我没有丁乌 没有随从巴黎 你看 谷中的路 就知道你所走的如何 你是行拜的毒风陀 狂奔乱走 你是野奴 就惯在抗野 欲心发动的时候 就吸风起胜的时候 谁能使他转去 寻找他的 必不其分 不用 很容易找的 在适当的月份就找到 你还说我是无辜 他说的怒气 必向我消了 我必审问你 你必自说 我没有犯罪 辩论是什么 还要跟神爭 这个题目 创世纪的时候 已经开始跟神爭 对吧 你给我 阿当说 你给我那个女人 你做那条蛇 是吧 到了耶稣基督 回来的时候 在天国的门口 还有人跟耶稣爭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 赶鬼奉你的名 还有人跟人爭 但是问题在哪里 他准责在哪里 他准责在上帝 那里 是不是 这个地方就说了 那些人 其实是敢跟神爭 所以其实在以色列书里 神都跟他说过 你们来 和我辩论 你们和我辩论 最怕你不来 你们和我辩论 看看发生什么事 第三章开始 就说到 以色列人 有出路 由大众 可不可以归向神呢 神会不会来 接受这个 屡次来 去毁约的百姓呢 百姓的问题是什么呢 从列祖的时代 背叛的事情 已经开始了 第二章五节 在发问 你们的列祖 见我有什么不宜 竟然来远离我 是不是 第三章一节就说 以色列 就像夫妻的关系 但是妻子不精 就必须被休 这个是出节生命记的 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说 有话说人若休妻 便离他而去 作料别人的妻 前夫喜能 再收他回来 这个是出节生命记的 第二十四章第一节 就是说 休了妻了 那我出去了 那会再结婚 再结婚 再结婚 可不可以前夫再要回来呢 规矩就不行 大臣就说 如果你们肯回头 都可以 都可以 本来是一件很不看面的事 但是神说 这么不看面的事 如果你们肯回来的话 都可以 虽然很不看面 就是我已经被你丢了架了 但是你肯回来的话 我仍然愿意来去接受 所以神就透过以色列 来去呼唤他 我刚才提过 第三章第四节 从今以后你不 起不向我说 扶下你事我有灵的主 所以这里神藉着 以色列来去呼唤他 其实这是一个讽刺的手法 是不是 因为北国已经不在了 他特意指出 耶稣说 对真正悔改的人 要施的前爱 三章十九节那里就说 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 刺利美地 就算万国中肥美的产业 我又说 你们必称我为父 也必不再转去 来不跟从我 其实这个是一个福音 当那色日子十八节 就说 要跟以色列家同行 在北方之地一同回来 是吧 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 很完美的一个憧憬 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譬如我们现在 从一间教会 是吧 教会现在什么光景 大家心里有数 是吧 当然了 各有的不同看法 是吧 但是你觉得 我们这间教会 最完美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有没有憧憬过 有那个憧憬 我们才可以想到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不是我们只想 谁又做得不好 那些奖励又做得不好 那些执事又做得不好 那些教育部又教得不好 这个又不好 那个又不好 那我问你 那怎么好呢 那怎么好呢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远景 然后我们才能够计划到将来 如果我们没有远景的话 我们就坐在那里 只是说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又不好 那又不好 没有将来的 神就有一个这样的憧憬 就好像父亲来呼召那些背道的儿女 那样 因为如果不回头 又怎样能够治他呢 那背改和回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为什么神要呼召他们呢 其实呢 神呼召阿巴拉罕的时候 已经说了要他做什么 不是做一国之父 要做万国之父 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是要做什么 要做万国的祭司 所以其实神不只是为了呼唤他们 回转而回转 神是希望呼唤他们回转之后 能够再重新建立 那个在创世的时候的呼召 所以今天比如说我们回转 我们复兴 复兴来做什么 我们复兴可以有什么表现 复兴的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表现就是 如果我们刚才说离家书六章八节 那里就是说什么 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上帝要我们行公义 好联民 什么叫行公义 有了这三个因素 我们才能够可以很顺利的 与神同行 并且不要依靠表面的礼仪 第二方面说到就是 用开狠荒地的比喻 警告百姓 不要依靠表面的礼仪 好像葛礼 阿申也这么说 相反地 要我们很深刻地 从心里面来改变 来归向神 所以我们去到第四章的时候 叫第六章的尾 就是说到神对犹大的审判 第四章 主要就是说什么 有毁灭来到了 我们看标题也看到了 警告将有大毁灭来到了 然后第五节就开始 你当全阳在有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 你们当在国中吹角 高声夫叫说你们当聚责 我们好进入坚固城 快点走难 为什么 因为神带领着 那些敌人就向着石安树立大旗 所以他们要逃避 不要迟言 因为什么 必有灾祸 从北方来到 敌营内犯 耶利米就描绘了敌人来到所带来的痛苦 好过作战的警暴 所有城外的农民 可以逃入城中 暂时求保护 但是残暴的敌人就像狮子 特别强到从北方来到 从北方 一方面我们知道 南边就是埃及 当时来说 我们读这一段 读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 在这里 犹大人当时的敌人就是巴比伦 但其实大家都明白 当时巴比伦已经崛起了 也已经把亚述帝国扫平了 当时巴比伦就在犹大东边 如果大家知道是东边 西边就是什么 以色列人的西边就是什么 就是海 南边就是埃及另外一个强国 所以巴比伦要入侵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北边 因为东边就是什么 在东边有大河 一旦要过河 就很远远 所以就在加利利海北边 北边那里是地 在北边去杀下来 所以消息先由以色列的北方杀出 一直传到耶路撒冷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消息 就是希望以色列人配改 以免遭遇灾难 而耶路撒冷也已经感受到灾难 无可避免那种切腹之痛 所以 除了四章 十八字就说 你的行动 你的作为 有事也有事也有事 你罪的结果实在是苦 是害及你的心 先知的仇苦 在四章十九至二十六节表达出来 哀叹由大的灾祸 他对百姓未来要受的痛苦 深同感受 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的妄国 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 打仗的声音令他充满了惊恐 他不单止与百姓认同 也与神认同 虽然那个刑罚难以忍受 但是他也知道是无可避免的 到二十三节就先知说 可看见不料 地就是空虚混沌 可看见天啊 这句说话在哪里见过 创世纪第一章 是吧 创世纪第一章 MAN传其神创造天地 是吧 地是空虚混沌 褰便闷暗 意思是说 整个创造也翻回头 原来犹大上的生命piece 是影响了整个世界 因为如果 神和他的选民所纳 boundary 失败的话 学igration 在他的阶段状 因为他是万国的祭司 如果祭司失败acchmen 全世界都没有希望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会伴神的话 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因为没有别的福音了 所以第五章开始就做一次来到奉索由大的虚荒 说到他无罪无可说一节九节 这里就说到第一节就说 你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 在欢呼说寻找 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成事没有 如果有我都送到这个城 一个都可以了 不用多 什么是街上 什么是欢呼处 多数都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如果是城门口 就是高官坐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你去一些人群聚集的人 就是最多人的 你那里找 看有没有找到一个人 一个都可以了 创世纪十八章 阿伯拉罕都和天父 bargained过 是不是为了索多玛无摩拉 五十个 四十个 三十个 二十个 十个 十个都没有 这个就是神在这里单转到一个 一个都可以 为了一个的缘故 我都来到去毁灭这个城 但可惜真的 除了找个人之外 就一个都没有 除了找个人 就是亏里米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第十节就说了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 施行毁坏 但是就不可以毁灭静进 只可以除他的支持 因为不做 耶稣说的 原来以色列加和犹大家大行诡诈 攻击我 这事也说的 一方面神要对付他们 但是另一方面要留意到 留守的 是不是 他对付他 不过不要 不要产灭了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对付他们呢 十二次就说 因为他们不认而说 这并不是他 灾祸必不临到我 刀剑和瘟疫 我们都看不见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我们看不到瘟疫 没事 大家都很好 很平安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大家平安 继续生活 没事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神在我们中间 神会保护我们的 神不会惩罚我们的 神不会惩罚我们的 好像我上次 跟大家看 第七章 这事耶和华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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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神的电在这里 就好像烂了道符 所以 有很多人 就把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买在车里 有些当然是饰物 有些是符 有些是南无阿尼陀佛 有些人说笑 为什么佛教多数都是在北半球 因为南无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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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有些大陆的士司机 发毛泽东在那里 很靓啊 他都可以保护着我 就是出入平安 就是那些这样 你明白吗 就是他们以为 用那些方法来保障他自己 这个就是他们迷信一些虚假的说话 并且因为他有这种迷信 他们就什么 他们就不改变他的生命 他们就用表面的宗教 以至到他们的生命不改变的时候 就会藐视公义 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 在第五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就说到 真正的敬拜是说到什么呢 应该是对神充满了敬畏的 但是这一班的敬拜就不是 而是局限在意念上 所以在第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就说了 国中有惊骇 我征户的事就是什么 先知说假如言 就是值着他们来把持权并 我的百姓又喜欢这些事 说什么呢 先知说假如言就是说什么 说假的信息 之后大家将来都会有机会看到 就是说什么 就是做了努力 用一些国又截断 就是说什么 神会保护我们的 外邦的攻击一定被毁坏的 被老了的百姓 快点准备执行李 快点可以回来 就是有些已经被老了去巴比伦 可以快快回回来 埃及那些就回回来 不用怕 神一定会复兴我们的 为什么才知道要说这些说话呢 对听 对不对 就是另外一句是对听 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跟小孩说一些哄他的说话 什么都说 对听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真不真呢 不最重要 所以当时那些先知那些祭司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 没有东西找食而已 对不对 不要弄得这么绝了 对不对 可以了平安平安 大家没事 平安大吉吉 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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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那些祭司可以继续弄拳 其实你会留意到我们中国历史很多时候那些国家那些败亡之前都是有很多人在弄拳 都死到临头了还弄拳 看不到 当他顾着弄拳的时候看不到那种死到临头 所以就是这样的结局会怎样呢 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第六章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念而又念 终归徒然 就是说到这个第六章三十节 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 因为耶稣已经娇气他们 为什么呢 当时说到圣城避困 第八节就是说到 便雅民在北边 提光雅在南边 美貌的类子就是说到石安的女子 将要受到攻击者的凌辱 因为犹大人他自己本身内部耳大欺小 接着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就是 万君之义为此说到 敌人必老尽以色列静下的民 如同执政的暴徒一样 就说所有的人全面性的 大大小小的上上下 全部全面性的 要受到惩罚 拾水就是一个审判的行动 要将假的领袖 这些假的领袖将真理颠倒 令到整个社会受害 但是有个安慰 第十六节开始 要说 与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测看 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期间 这样你们心里便必得安息 本来在这个时候还有机会回头 哪一条是古道 当然就是指导那个是真道 但是他们就说我们不行在期间 神就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顾你们 你们要听觉醒了 他们就说我们就是不听 真是很横漫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本来有一个安息的善道 放在他们面前 但是我们不要 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这样 其实有小蚊子 有时和大家聊天 如果没有小蚊子 我们就可以怎样怎样 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现在有小蚊子 但当有了小蚊子之后 你发现到 其实反映了很多东西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追求上面 看着小蚊子的时候 看到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 他是不是不知道你疼他呢 他又知道 他是不是这么横漫呢 他又是这么横漫 你真是奈他不和的 是不是 所以 但是有时他乖上来 就哄你了 是不是 所以 神和人的关系 所以我经常都说 所有欲婴的书 欲宜的书 都可以放在牧会上面 其实真的是一样 怎样去教好小蚊子 和怎样去牧养好那间教会 都是一样 所以我发觉到 原来神已经把善道给你了 问题就是那群人不要 所以唯有暴民不临 恐惧将要充满他们 原因就是第27节 他说 我使你在我民众 为高台为保障 使你知道 试验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是极拨异的 往来蚕碰人 他们是铁都行坏事 风霜吹火 原被烧毁 他们恋而又恋 忠视徒然 因为他们恶劣的 还你被除掉 如果大家今天看这个蜥蜴大家就知道 就是说什么 本来透过练金练银的方式 不停地烧它 就希望烧了那些渣子 烧了那些杂质 但是以色列人 怎样烧都没有用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是杂质 没有正东西 全部都是渣 没有正东西 结果呢 刁文难改 又柳木不可刁 所以在整个的一至六章里面 其实你会发觉到这些类似的信息 你会发觉到不停地在 未来的几十章里面 不停地出现 你会觉得你读到有点烦 有点沉 有点厌 如果你读的时候 但你静心坐下又想一想 原来呢 我们就是这样了 神提我们也提到有点烦 有点沉 有点厌 但是呢 我们发觉到 我们仍然是依然故我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善 你真的坐下想想 我们开始了这个三线 已经由去年七月开始 是不是一年了 我们已经经历了好几卷圣经 第一卷是罗马书 是不是 又经历了施司记 又经历了塞埃及记 和马帝福音 还有很多小鲜医书 又来到现在这个耶利米书 好了 大家今天放学回去 完了聚会之后 坐下坐下坐下枕头想想想 不用上床了 下午睡觉的时候想想想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我有什么改变 听了那么多信息 在这一年里面 以往我们没有那么有系统 现在很有系统 你打开几本色 而你就看到过去听了些什么 学了些什么 在这一年的里面 我有什么改变了 在生命的质里面 有什么改变了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耶利米书 在这一年里面 还在那里面 对不对 说来说去 探来哄去 骂来骂去 打来打去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所以 难怪耶利米书 几十章圣经 都是讲唐人的信息 那我希望 如果真的去年到现在 有东西改变 就恭喜你 是不是 理论上 应该 我不敢说 一年改了三百六十五样 是不是 每一本书改一样 好吗 都改了很多 是不是 你老公你老婆 都应该不认得你了 是不是 为什么老公 变成这样 老婆变成这样 不是样子变成了 不是身材变成了 而是生命改变了 正了很多 是不是 问老公老婆 就知道了 有没有改变了 都是这样 真的没有 那其实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也不用那么害怕 你的小孩子 有没有高大到 有时候你真的不觉得他高大了 所谓 不见人高见腹短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空来检视一下 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 都有帮助 是不是 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改进 有没有变好到 经过了这么多的操练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紧要 神说 什么时候回头 什么时候都还能够 这个是神给我们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 最大的福音 就是说 未概观 都未定论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音 好 我们下个基督 天父我们多谢你 在昔日 你都未曾将你自己的 那个福音来到去显示 但是你已经显示出 你怎样对你自己的百姓忍耐 有时候我们 都真是不惜台举 以致到我们不懂得去珍惜 你给我们百般的忍耐 和锻炼 但愿我们能够经过考验 经过锻炼 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光辉 被人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为了耶利米酸 那种的哀嚎 那种的难过 我们求主 我们求主 叫我们能够表同情 可能我们未堕落到那种地步 但是我们都要为到我们的生命 不住的反省 以致到我们的生命 能够有更新 有进步 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 求你亲自听我们的祈祷 和耶稣祈祷的名 好